我实在是受不了 把我累死了 刚刚我还是在这种环境下面跑步 但是我戴着口罩把我给 闷死了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听到这个新闻吗 就是中国女排戴口罩比赛的这个事情 就发生在昨天 就我在这里我想说呢 大家要向中国女排学习 是向那个摘掉口罩的那个球员学习 这个新闻就不去重复了 大概就是比赛的时候 中国队的话 全场都是带着口罩上场的 然后后来进行到 第九分钟的时候 有个球员开始把他摘掉 然后他当时还是有点 就跟别的队友还交换了一下眼神 就是可能是觉得能不能摘掉 最后他们就最后决定摘掉了 那后来在第二局还是第三局之后就全部摘掉了 那最后这个比赛是赢了哈 那我想聊这个是聊什么呢 我想聊这个的话就是由这个想联想到了这个形式主义 然后在我们这个电影啊和就是电影的创作方面的一个联想 大家都知道这种剧烈的那个竞技比赛的话 戴着口罩那那简直就是说严重一点就是自杀啊 那个相关的医学的一些嗯知识的话我们在网上是可以查到的 就是说你在比赛啊这种剧烈的运动当中 你戴着口罩肯定是对肺啊很多心脏啊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这种运动的基本常识 他们是专业队而国家队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嘛 是吧 对 那那他们还这么做的话 那肯定是上头有压力 或者或者说是啊 中国的这个政策你会影响到 如果你真的是感染了一那个COVID的话 那你回国各方面就会有很多麻烦 包括以后的比赛 那问题是这是一个就大家都都知道的事情 就是说现在啊 COVID发这个病毒发展到现在的话 它的危害其实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了 就就全世界都几乎都躺平了 那你中国的话就是因为上面的政策没有松动 所以的话所有人都是傻傻的去这么去戴口罩 或者干嘛 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真正的防疫 而是说一种形式了 所以我在由这个事情啊 联想到就是啊 我们这个电影的创作啊 我觉得也是如果是特别是在国内的话 这种形式主义啊 也是很难避免的 因为你也是一样就说啊 怕犯错误 然后怕别人的眼光 然后再就是就是担心 太多束缚了吧 桥桥桥框框住了 所以的话 你这个艺术的创作是不可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以及做的做出比较好的作品 这是特别难的 那我在想说的是 在国内当然这些是暂时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那对于我们在海外 特别是在美国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我们在海外 特别是在美国的话 我们就要特别好好的去珍惜这样的自由的创作空间 在美国那没有这些限制 那我们就不能有这种形式主义 也不能去循规蹈矩的去去拍 去创作一些剧本啊 故事拍摄啊 这些我们就应该放开 就是完全利用这个自由的空间 去创作更多能够表达内心的和这个自由的 然后不受约束的这种 不管是题材也好啊 故事也好啊 表现的方式也好啊 我觉得这都是得去解放的 就在国内的电影人的话 那是挺压抑或者说挺受限制 那也就挺难的 那对于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在一个 可以自由创作的一个空间 一个环境里头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不要就是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不能就是 还是以 虽然我们都大多是讲这种 华裔啊 华人 华语的故事 但我们不要去过于的依赖 中国的市场 如果你是依赖它的话 那你同样又是虽然你身在海外 但是你还是受到国内的这个条条框框 然后政策的影响 那我就想就是说 你不用去考虑这个 你去考虑世界就好了 就是你的故事是要 让全世界人都能看得懂 能看得有共鸣 有感受的 那这样的片子的话 反过来就哪怕是中国的市 中国的就那个广电局是通不过的 那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你这个片子是那个有血有肉的 是一个 别人不敢拍的 或者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创作的东西 那迟早都会有人去看的 就还是会引起国内的反响 你想想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看那种镜片 镜书看的不够多嘛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去看镜书或镜片呢 因为它有足够的好 它有足够的真实 它有足够的那个 让你有身同感受 或者说是那种打到你的心里 所以你才会去看嘛 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这种 你让全世界人都看懂了 那你也就不怕 不被中文看懂 所以我非常鼓励 就是每一个在海外的 华人电影人 华裔电影人的话 都要大胆地去利用 这样的好的空间 去做自己最拿手 然后最真实 最不受约束的一些作品 这样的声音多了之后 一个两个 大家其实这个空间就会越来越好 不是说我们一说到华语的话 大家就想到中国大陆 然后会想到很多条条框框 我们要考虑这个避开这个 避开那个 或者说是要迎合他们什么东西 国内的市场的一些要求 那这样太累了 这样的话就是一定是会 就好像被阉割了一样 就是总是感觉你束手束脚的 就是不够自由 所以我想说要向中国女排学习 特别是那个第一个 戴掉口罩的那个队友 因为他非常清楚 如果戴着口罩 我没法发挥好 我甚至会给我的身体 都造成巨大的影响 而且我也这样的话 我很难 就几乎没有可能去赢这场比赛 我要去发挥好的话 我必须要去 大口的呼吸 要正常的呼吸 如果他们一直就忍着 这样去做的话 我想的话 他们不可能赢这个比赛 而且的话 对身体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等到他们回忆起这个比赛的话 他们也会后悔 会觉得当时没有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庆幸的是他们做了这个决定 去改变中国 中国政府对这个 艺术创作的一些限制的话 也是要靠每一个人去争取 就每一个人都得 真诚的用心的 去做 发自内心的 然后真实的 大胆的 自由的 这样的作品 你才有可能 鼓舞更多的人 最终我们 或许这样能改变 这个大的环境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然后好好呼吸一下 这周围的空气吧 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